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就是鱼白吗 真漂亮吧 之前你老师一直说有个心愿想去深山老林带着生活 这次满足了你的这个心愿了吗 确实是深山老林 而且确实是二人世界 因为从来没有两个人在一起做节目 我的工作也忙 在家陪他的时间也少 正好这个前后一个月的时间 两个人无压力的在一起过过二人世界的生活 这倒是我们工作中很难得的这么一个机会 近十几年来没有这么长的时间 二人独处 他真真正正的陪我去生活一段时间 真的很难得 白老师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在幕后 这次走向台前就是心理压力大不大 其实是挺大的 说实话 虽然旁边没有人 但是会有很多机器 然后就很紧张 首先是善良 比较有能力 掌控欲比较强 因为他是狮子座的 你知道吗 好管人 基本上就是这样 首先来说 他这个人非常的忠厚 对朋友 对事情 对家人 对所有的事情 都是非常认真 真诚 还一个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本身就是乐观 他从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因为一件困难的事情 或者遇到挫折了 或者遇到解不开的难题的时候 他会就是沮丧啊 或者是怎样 他该睡觉还能睡得着觉 我觉得特别厉害 就是傻呗 他就认为这个事情 没人没人 他就认为这事情 一定有他的解决办法 我今天想不到 我可以慢慢再想 他从来不会因为一件事情 着急上火 当时余老师是靠什么赢得您的放心的 其实就是幽默感 其实你不觉得 幽默本身就是一种 很有魅力的一种气质吗 其实那个时候最吸引我的 其实就是他的幽默 所以您跟余老师是一见钟情吗 算吧 算了 那余老师当时是为什么会喜欢上白老师 这个 爱情这东西 是感觉 说不清楚 都把它说清楚了 那不就 倒是枯燥无味了 我觉得 是吧 那觉得年轻时候的相比 现在对方会有什么变化 就是岁数大了呗 褶子多了 年轻人特别想让您给大家传授一些恋爱的技巧 恋爱不是技巧 恋爱是一种 是一种生理反应 到这个年龄了 需要到这个地步了 需要交朋友谈恋爱了 你自然而然的 你就 你就有这个想法了 就有这个冲动了 有这个欲望了 你要说我这个人不会谈恋爱 我觉得没有不会谈恋爱的 只是不想谈恋爱 所以我也给大家出不了这主意 实际上我是真不会谈恋爱 但是我到想谈恋爱的时候 我就有办法 因为女孩子喜欢你 她是喜欢你的性格 她是喜欢你最真实的 原始的那些东西 你要说我穿身漂亮衣服 我输入头 我擦点粉 我今天出门 我别驼背了 这些东西都特别不重要 那白老师 您觉得年轻时候 余老师帅吗 何谈帅 大家都觉得很帅啊 反正是这样 我认识她的时候 是她这辈子最瘦的时候 我跟你说吧 谁年轻谁帅 对 真的 谁没有年轻的时候 谁年轻的时候 她那种精气神 就能让你帅 确实是小伙子 还是有一眼的 就一眼 婚姻要保鲜吗 你要没冰箱子就离婚了吗 真的 婚姻不需要保鲜 是需要基础 对 我要说保鲜 可能这个词 我觉得不是很准确 但是我觉得经营 这个事情要提上来 婚姻家庭都是需要经营 沟通算是一种 对 因为毕竟是两个人 所以你要 共同生活在一起 多半辈子 那你不得经常的沟通 这沟通也是一个磨合的过程 你的习惯改不了 那我就得忍 我的习惯改不了 那你就得忍 你要忍不了 咱俩就得离婚 对吧 那么就是 你忍我 我忍你 或者是 你配合我 我配合你 就这种东西 就是经营 那于老师 因为去年也拿到了一个影帝 就是现在除了说 相声拍综艺之外 好像也有在写书 拍电影之类的 您在事业上也在有意识 想要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我一直就这样 只不过之前也不知道 对 我一直也没断了拍戏 拍电影 只不过写书呢 是那段时间 出风也算一个爱好吧 突然之间就觉得 有什么想法 我要把它写出来 现在也落成这么一个习惯 什么小感慨啊 小想法 都要把它落在 都愿意把它落在文字上 还有就是大家短视频 特别喜欢把余老师的视频 和其他人视频剪一块 然后说余老师捧一切 您有看到那个视频剪去 看了一部分吧 也看不全太多了 但是真是有才的 那个网友 剪得特别好 而且他也真没少看我们的段子 那你有意想到 就是自己会通过网络短视频的这种方式 再重新深入年轻人的这种精神世界吗 这都是他们玩 这也不是我想到的 都是粉丝们愿意玩 什么时候人不愿意玩了 也就过去了 这个还是 如果能给大家提供点欢乐 提供点快乐 这是挺好的事 现在就是郭启林的人气很高 您二位作为他的师父师娘 就如何看过你现在的一个发展情况 启林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孩子 而且聪明 而且比较自律 所以我们觉得他一切可能都来自于他的家庭教育 小时候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 是一个传统规矩的家庭 奶奶又是教师 基础也打得好 长大了 回到爸爸妈妈身边以后 又是传统的艺术门类 那么他又喜欢这个 那在这个行里边 又能够得到很好的 艺术方面的教育和寻陶 所以对他的人生都是很有帮助 更何况孩子本身也好 也知道努力 那白老师作为师娘 会操心他的婚姻大师吗 这个 给介绍完 这个太早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孩子属于特别正的 他身上有很多正能量 而且呢 我有时候接触到圈里人啊 或者朋友啊什么 聊起来他都会说 哎呀他林这孩子真好 我听到这些我特别骄傲 真的挺为他高兴的